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。 以下是李香琴的生平简介,李香琴的早年经历。 李香琴,生于母亲家乡顺德,满月后,移居澳门重庆坊。 早年在卢石塘营地大街,曼昌堂药材铺的楼上居住。 父亲在澳门经营钱庄,及米普杂货店,他就独位于白甲巢。 工匠阶的斯立丽群学校,为该校1944年,第十二届毕业生。 在学时,已参演校内话剧表演,从小欣于平安戏院,观看任劍辉演出粤剧,而爱上粤剧,加上自己喜欢舞台表演。 所以于十四岁时,先后拜南花旦小欣欣。 及名领欧母分为斯学艺,后转头谭秀珍,卢海天门下,并于1948年跟随日月星剧团,到广州演出。 其后,加入陈錦堂领导的錦添花剧团,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,扎根于香港粤剧界。 李香琴凭着个人努力,从梅香一直作声致二帮花旦,曾有二帮王之清,与当时九位二帮花旦,合清九大者。 1950年,和粤剧老官萧仲坤结婚,不久变诞下女儿萧子君,但婚姻只维持了七年。 在1957年离婚,前夫后来与女儿移居加拿大,琴姐一直未再婚。 后来和谭炳文多次合作演出,并曾合之成立多家电影制片公司,外间传言二人相恋,但从没得到双方证实。 李香琴有一名,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,李树佳,也在1970年代带入电视圈,再多部电视演出, 但由于其好赌性格,于1996年欠下三百万巨债。 此李香琴后来公开宣布,断绝二人子弟关系,李香琴的演艺事业,根据2013年2月22日,星期五,晚上,在香港亚洲电视岁月流星频道重播的清谈节目。 今夜不切房女,李香琴讲出,他与关德卿在新加坡演出粤剧,后来关德卿先行返回香港,拍摄电影,他请求关德卿为他介绍入行,拍摄电影。 后来,关德卿在香港写信给他,叫他来香港拍摄期《银幕处女》作,黄飞鸿大骂花灯,即演是《皮谷香》,片酬港币三百元。 自此,由1956年起,李香琴主演过百多部电影,好,李香琴女士的生平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分享这条片啦。拜拜。